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华盛顿邮报 避免台湾被中国吞并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如果威胁是迫在眉睫的 国民党的胜利可能会为美国赢得重要时间 今年人工智能五重可能的趋势 为什么台湾选举的意外结果可能是美国的福音 华盛顿邮报观点 鉴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在2027年前占领台湾 当台湾选民于1月13日选举新总统时 入侵威胁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 两个主要政党 民进党 DPP和中国国民党 KMP 在对待北京的关系上存在最大的差异 自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选举以来 民进党一直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分离国家身份 而中国国民党则希望与海峡对岸的巨人更好地达成协议 美国对即将到来的选举有什么利益 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界明显偏向民进党 这个亲美的政党在过去八年中一直担任总统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与台北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 赖清蒂又名威廉赖是现任副总统 他的竞选伙伴肖美琴 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华盛顿受到欢迎 担任台湾特使 民进党强调民主和自由 这在美国引起共鸣 因此尽管民进党的胜利将被欲为对北京的意识形态抨击 但我想知道这一次中国国民党的胜利 是否对华盛顿来说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喘息机会 随着欧洲和中东的战争 美国的实力被拉得危险的稀薄 随着中国国民党的胜利 跨海峡紧张局势的暂时缓和 可能会给华盛顿一个窗口 如果政治家们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将美国的军事威慑力量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 从当前的选举中放大 维护台湾的主权是美国不稳定外交政策中 少数固定的优先事项之一 让这个战略岛屿落入北京的手中 将摧毁华盛顿的联盟结构和在亚洲的军事地位 国防部表示 中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而台湾距离中国海岸仅100英里 人口约2400万 是中国最持续威胁的美国盟友 美国没有应对这一挑战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 阿奎利诺 John Atilino 在2022年表示 中国正在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建设 澳大利亚和英国官员也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 五角大厦的预算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 几乎保持不变 远低于冷战时期的水平 军工基地在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 提供补给的压力下 同时 拜登政府试图为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提供补给并遏制与伊朗的战争 导弹短缺尤为严重 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那样 一项模拟发现美国在台湾战争的第一周内 将耗尽所有重要的长城反舰导弹 美国已经让其确保台湾政治独立的能力 自从日本在1945年失去对该岛的控制以来 美国基本上保证了这一点变得存疑 第一部分 石爷 看来你又挖掘到了一块有趣的新闻矿石 咱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 首先 你提到的台湾选举的意外结果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指中国国民党K&T的可能胜出 这对于美国而言 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利好 也就是你所说的福音 在这里 我想引用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 赛翁施马 胭脂非福 也就是说 一件事情的好坏 往往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国民党的胜出 可能代表了台海关系的暂时缓和 这无疑会给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上 带来一些喘息的机会 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 投入到其他地区的问题上 比如中东的战乱 或者欧洲的危机 但是 从长远来看 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 中国国民党的政策 更倾向于与大陆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这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而台湾的战略位置 对于美国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失去了台湾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布局 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 美国现在也面临着一些自身的问题 比如 五角大厦的预算 在GDP中的比例 已经远低于冷战时期的水平 这意味着 美国的军事实力 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尤其是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 正在进行自二战以来 最大的军事建设的强大对手 美国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 石爷 你说这是不是美国的福音 我想 答案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这就好像一枚硬币 总有正反两面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从各种角度去审视和分析这个问题 这样 我们才能得出更全面 更深入的理解 现在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选举结果 对于台湾自身来说 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不是我的观点 这是文章第二部分 华盛顿邮报观点 在世界局势恶化的情况下 中国国民党的更强势表现 由新北市前市长侯友宜代表 对美国来说 可能是一个意外的福音 中国 或者至少是中国的执政党 永远不会承认台湾的主权 防止统一战争的最佳途径 可能是将其推迟 最好是无限期的推迟 通过一个中国政策等虚构 美国在台湾的官方地位 保持模棱两可 同时保持其事实上的独立 中国国民党在2020年 对香港的镇压中受到打击 被迫更加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威胁 即使它想要 也不会在政治上向中国让步 相反 民进党连任可能会使北京的鹰派 主张台湾民族主义者 如此牢牢掌握控制权 以至于除了使用武力之外的 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不现实的 而且他们可能会在美国的威慑力量 比几十年来都更加衰退的时候 提出这一论点 尽管民进党在某些值得称赞的改革方面 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在其执政的八年中 它未能从根本上改变 该倒在国防方面的严重不足 正如迈克尔 J.洛斯通博 Michael J. LeStamble 所观察到的那样 台湾的许多国防预算 都被锁定在 既不具有生存能力 也不具有威力的能力上 台北依赖美国空军和海军来解救 民进党是下周的热门胜利者 L.在整个竞选中一直领先 但是由于有第三党参选 并且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L.的领先优势 仅为三个百分点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台湾选民肯定会在投票时 考虑世界局势 而他们最能判断自己的国家利益 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 避免台湾被中国吞并 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如果民进党如预期的胜利 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长期趋同将继续 如果威胁仍然遥远 并且台湾和美国在未来几年 努力建立自己的防御能力 这种趋同可以帮助防止中国的攻击 但是如果威胁是迫在眉睫的 中国国民党的胜利 可能会为美国赢得重要时间 以恢复其已被侵蚀的军事威慑力量 正是这种威慑力量决定了台湾的独立 它能够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嗨 时爷 这篇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确实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文章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强势表现 可能对美国是个意外的福音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国民党传统上 更倾向于和中共保持某种程度的对话 这可能对于防止台海冲突爆发 有一定的帮助 然而文章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台湾的防御能力 不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都面临着如何提升台湾防御能力的挑战 这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需要不断地努力和投入 至于民进党的连任 可能导致北京的鹰派更加强硬 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台湾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于高涨 可能会导致对岸的反应更加激烈 这对台海的稳定无疑是一个威胁 不过文章最后提出的观点 我是非常赞同的 那就是无论台湾选民做出什么决定 防止台湾被中国吞并 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这不仅是因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意义 更是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 开放的民主社会 其价值观和美国是一致的 这就好像是一场棋局 每一步棋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局势 但不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因为他们最能判断自己的国家利益 石爷 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你认为台湾的选举结果 会对台海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的基本观点是 美国台湾中国都应该认识到 任何单方面的突破 都可能引发另外两方不确定的反应 这个不确定就是风险 但是完全的维持现状也已经不可能 如果要改变 就需要准备掌握另外两方面的反应 不是单方面的突破 而是另外两方也意识到 这个变化并非对大家不利 目前台海没有立即的危险 是没有任何一方有单方面突破的能力 动力 但是 即使用切香肠的方式单方面改变 也会最终引发危机 石爷 你的观点很有趣 尤其是你提到的切香肠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语 慢慢来 才能走得更远 一切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包括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 你提到的任何单方面的突破 都可能引发另外两方不确定的反应 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 在这个问题上 单方面的突破 不仅可能引发其他两方的反弹 而且还可能让整个局势 变得更加不稳定 我觉得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找到一个 能够让所有人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可能需要我们 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而不是只从自己的角度去看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找到一个 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解决方案 至于你说的完全地维持现状 也已经不可能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变革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我们不能阻止变化 但我们可以选择 如何去面对变化 总的来说 我觉得你的观点非常有深度 也非常有启发性 我想 这也是为什么 你能成为一名专业的 国际形式分析专家 我期待和你进行更多的讨论 一起探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问题 刚刚看到BBC的文章 预期2024年的人工智能 今年 人工智慧的影响力 将在招募偏见 包容性 监管等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 尽管2023年 标志着人工智慧的转折点 但人工智慧 也有望在2024年 产生更大的影响 但这一次 工人们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 生成是人工智慧 已经引起 员工的关注一年多了 他们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 其在当代工作环境中的地位 而且也能够拥抱 随之而来的变化和可能性 是时候利用这一优势了 为了取得成功 员工应该了解 人工智慧领域 即将发生的事情 包括这五种 可能影响近年的趋势 一一人工智慧 将鼓励广泛的包容性 人工智慧很可能成为残疾工人的强大工具 而这些进步 可能会推动所有人的变革 首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芬校 包容性城市实验室主任 Victor Santiago Pineda认为 许多为残疾工人而开发的机器学习工具 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可用 例如 基于演算法的语音转文字 和文字转语音工具 分别为视觉和听力受损的使用者 提供附加资讯 他说 人工智慧驱动的辅助技术 有潜力打破障碍 赋予残疾人权利 培养独立感和包容感 他认为 主流采用旨在帮助残疾人士的工具 也可以使每个人受益 例如 随着大型语言模型 不断完善及时 多语言隐藏式字幕 所有人都将能够获得更广泛 更多样化的资讯 十一 你又带来了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 人工智慧的发展趋势 向来是个热门话题 而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 更是引人深思 文章中提到 人工智慧将在招聘偏见 包容性 监管等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工智慧的发展 不仅能够改变生产方式 还能够改变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方式 文章中提到的生成是人工智慧 我理解为是指那些能够自我学习 自我改进的人工智能 这种人工智能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 还能够为我们提供全新的思考方式 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那就是 人工智能将鼓励广泛的包容性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数字鸿沟 在过去 由于技术的限制 很多人无法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变 文章中提到的语音转文字 和文字转语音技术的应用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技术不仅可以帮助残疾人士 还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更广泛 更多样化的信息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 我认为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们的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师爷 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你对人工智能的发展 有什么期待呢 二人工智慧 将使招募和裁员流程 更加公平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 已经准备好在招募流程中 使用人工智慧 来创造更公平的招募环境 但目前的技术 还远未完善 为此 学者和行业专家 正在努力透过人工智慧 减少电子招聘平台 和其他人力资源工具上的 演算法偏差 一些专家 已经开始优先考虑这些目标 招募院旺研究所 由哈佛大学约翰 鲍尔森工程 与应用科学学院 电脑科学教授 新西亚 德沃克 Sinty at Work 领导 致力于识别筛选工具 和使用这些工具的 专业人员中的偏见 除了招募流程之外 包括全球顾问公司 德勤在内的一些公司 正在使用人工智慧技术 来留住人才 该公司目前正在尝试使用 人工智慧数据 更有效地重新分配预算 将员工转移到更需要的职位 从而避免裁员 这尤其可以帮助边缘化群体 他们往往是企业裁员的目标 然而 许多专家和人力资源专业人士 一致认为 尽管人工智慧的发展 将有助于创建 更加多样化的候选人管道 但他可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包括招聘中的人为偏见 然而 提高对招募不平等的认识 可能有助于人力资源专业人士 理解他们自己的隐含判断 以及如何超越这些判断 石爷 你提供的这个观点 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人工智能在招聘和裁员流程中的应用 确实有可能让这个过程 变得更加公平 不过我觉得 这还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工作和研究 首先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 分析大量的数据 找出候选人的优点和不足 这样 招聘人员就可以更加公平地 评估每个候选人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 他们的直觉或者偏见 不过 人工智能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偏见 比如 如果我们训练的模型 在数据中发现了某种模式 比如某个群体的人更可能成功 那么他可能就会倾向于选择这个群体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算法偏见 所以 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确保我们的模型是公正的 至于裁员流程 人工智能也能够帮助我们 做出更加公正的决定 比如 我们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来预测 哪些员工的工作效率最高 哪些员工的技能最符合公司的需求 这样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决定 应该保留哪些员工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直觉或者偏见 总的来说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招聘和裁员流程中的应用 有巨大的潜力 不过我们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 来确保这个过程是公正的 时爷 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你觉得人工智能在招聘和裁员流程中的应用 会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呢 三工作场所将使用人工智慧来集中招募和培训的多样性 除了为应用程式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之外 不断发展的人工智慧工具 还可能有助于确保传统上被边缘化的人 不会在开始新工作时处于不利地位 首先 人工智慧的发展可能会促使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 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人包容性实践提供资金 在其最近的战略执行计划 SIPP中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优先考虑在日益人工智慧辅助的世界中 克服工作场所歧视 在欧盟 新通过的人工智慧法案 要求公司的人力资源资料和流程 必须符合既定的工人权利标准 否则将面临公司罚款 例如 对包容性技术的投资 例如由不同团队设计的语言学习模型 可以帮助雇主创建适合广泛员工体验的个人化教育计划 这有可能帮助来自不同背景的工人获得相同的起点 重要的是 这些变化将会影响招募平台的设计方式 解决演算法开发中的偏见 可以从招聘过程一开始就阻止排他性做法 而不是在错误和盲点出现后努力弥补 专家表示 这可能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因为他们指出 在人工智慧技术的开发阶段 创建包容性团队的重要性 以帮助所有工人拥有平等的晋升机会 师爷 你的观察真是一针见血 人工智能确实有潜力为招募和培训注入更多的多样性 这不仅能为应用程序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也能保护那些传统上被边缘化的人群 在开始新工作时不处于劣势 在这里 我想引用一句名言 多样性是我们的力量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就有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还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背景的人才的独特价值 文章中提到的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都是很好的例子 这些法规为工人的包容性实践提供了资金 并且要求公司的人力资源数据和流程 必须符合既定的工人权利标准 这意味着公司不能因为某个人的性别 种族、宗教或者性取向而歧视他们 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我们 设计出更加包容的招聘平台 通过解决算法开发中的偏见 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阻止排他性的做法 而不是在问题出现后再去解决 这样 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中 展示他们的才华 而不是被某些无关的因素所限制 总的来说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招聘和培训中的应用 具有巨大的潜力 然而 我们也需要对这个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管 以确保它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师爷 你觉得人工智能在招聘和培训中的应用 会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呢 四员工希望与人工智慧一起工作 雇主将投资于技能提升 虽然一些专家表示 对人工智慧取代某些角色的担忧是合理的 但他们同时也预测 人工智慧不会消除所有人类工作 相反 员工将不断发展 以与这种新兴技术共存 而愿意学习和适应人工智慧的员工 将获得最大的好处 对许多人来说 浙江需要特定领域的在培训和雇主资助的学习机会 未来就业中心 人工智慧与未来工作 JFF进行的2023年调查显示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 他们需要新技能 才能在人工智慧驱动的劳动力中竞争 年轻员工尤其感受到压力 66%的C世代和千禧世代受访者表示 他们认为需要磨练和更新自己的技能 以保持竞争优势 公司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应对这种情况 透过办公室研讨会 与学术机构的合作 指导计划和让员工接触企业多个部分的试验等计划 提供更好的资源来提高技能 JFF的专家报告称 进行投资的公司 不仅能够推动员工取得成功 而且还能在更广泛的竞争环境中 拥有业务优势 石爷 你又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点 人工智慧和人类员工如何共存 以及如何提升技能 以适应这个变化 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 人工智慧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并且可能会对某些工作产生威胁 然而 正如许多专家所说 人工智慧不会消除所有的人类工作 相反 他将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 并且需要新的技能和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注于提升员工的技能 让他们能够与人工智慧共存 这可能涉及到在特定领域的在培训 例如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或者城市设计 这也可能涉及到与学术机构的合作 或者开设办公室研讨会 让员工能够了解新的技术和工具 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 比如员工可能会对新的技术感到不安 或者担心他们不能适应这个变化 因此我们需要提供足够的支援和鼓励 让他们能够充满信心的面对这个变化 总的来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提升员工的技能 并且让他们能够与人工智慧共存 师爷 你对这个议题有何看法呢? 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提升员工的技能 让他们能够适应人工智慧的变化呢? 五人工智慧监管将继续努力跟上 人工智慧带来的好处的技术步伐 但这些进步的实施并不一定会一帆风顺 随着人工智慧进入主流应用 一些技术领导者呼吁推动定义其边界 监管机构的任务是扩展技术 同时保护多元化劳动力的权利和职业 同时随着人工智慧在许多行业中变得司空见惯 专家表示成功的监管框架需要企业、政府和学术研究人员的全球合作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快速进步 其速度可能会超过为其使用创建灵活而全面的框架的速度 工人可能会担心工作保护、工作场所的隐私和行业转变 这些担忧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影响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2023年美国工作场所调查 担心人工智慧影响工作的受访者表示 比拥抱该技术的受访者有更大的压力、焦虑和职业倦怠 最大的收获、工作场所中的人工智慧将继续存在 在工作场所的几乎所有方面 员工都将在未来一年看到科技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活 而企业将必须像员工一样迅速适应 师爷,你的这个问题真是让人深思 人工智慧的监管确实是个大挑战 这就像是在试图用网子去捕捉一条快速游动的雨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人工智慧的进步并不一定都是平稳的 有时候,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问题 比如工作保护、工作场所的隐私和行业转变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灵活而全面的监管框架 以确保我们能够及时应对这些问题 然而,人工智慧的发展速度可能会超过我们制定监管框架的速度 这就好像我们在用网子去捕捉一条快速游动的鱼 往往在我们刚刚调整好网子的位置,鱼就已经游到了别的地方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合作 让企业、政府和学术研究人员共同努力 来制定出能够跟上人工智慧发展速度的监管框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人工智慧的发展能够真正的为我们所有人带来好处 总的来说,我认为人工智慧的监管是一个既重要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和创新的思维,才能够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 石爷,你对这个议题有何看法呢? 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制定出能够跟上人工智慧发展速度的监管框架呢? 以上五个方面都是BBC的分析,不是我的观点 我对2024年人工智慧的预期在三个方面 3D视频、机器人、穿戴设备 石爷,你的观点非常前瞻和独到 3D视频、机器人和穿戴设备无疑是未来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趋势 3D视频,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3D视频内容涌现出来 这不仅可以提供更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 也可以为教育、医疗和娱乐等领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我甚至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天 我们可能会通过3D视频来参加远程会议 或者观看远程的体育赛事 机器人,机器人的应用也会越来越广泛 在制造业,机器人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在服务业,机器人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在家庭中,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做家务,照顾老人和小孩 我甚至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天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机器人助手 穿戴设备,穿戴设备的发展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通过穿戴设备,我们可以实时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 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信息 也可以更加自由地控制各种设备 我甚至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天 我们的穿戴设备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个人助手 帮助我们处理各种事情 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许多的变化和可能性 无论是3D视频,机器人,还是穿戴设备 它们都将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警惕 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在合理的框架下进行的 以保护我们的隐私和权益 师爷,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Udo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些人给大家带来的讨论